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804集部分真相 故事 我们先回去吧 等有了新的进展 我再通知您 请您 许前话还没说完呢 就看见国师化作金光顿走 他表情顿时凝固 请您再送我们回去 也没能吐出来 你好歹送我们回去啊 我小木马又没带呢 他心里吐槽 旋即看向身边的很远 幸亏没带小木马 两人翻出伯爵府的高墙 四下无人迅速离开 进入大街 汇入人流 行至街口 永安街的排放下 日轨显示的时间是 晨时四刻 也就是早上的八点 京城每一条主干道的街口 都立着巨大的排放 排放边 则立着日轨 专门给百姓看时间的 许清安在心里嘀咕 半小时左右才能回家 希望怀青不要等着急了 在京城 不管白天黑夜 飞檐走壁都是不被允许的 许清安也不想太惹人注目 他现在的声望还是低调点好 不然会引来路人的狂热追捧 造成混乱 好在他不穿银罗的拆服 老百姓们不会注意到他 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人只能记住一些明显的特征 比如许清安 前世硬盘里的文化瑰宝们 穿了衣服他就认不出来 再说了 京城人口两百多万 不可能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有幸一读许银罗的英姿 很多人压根没见过许银罗真人 走着走着 许清安突然僵住了 然后脸色如常的看向恒远 大师 你被困弟弟月鱼 还是回养生堂 看看老人孩子吧 恒远点点头 他们进来可好 许清安坦然说道 我虽没去看过 但是一直有派人送银子和居家用品 恒远双手合十 攻身行礼 许大人是贫僧见过最有善心之人 贫僧为结交许大人而欣喜 许清安还了一礼 也很欣喜 能被一位身怀罗汉果位的大师崇拜 将来授意肥浅 精彩绝艳的楚元准 侠甘义胆的天宗圣女 天赋超绝力大无穷的丽娜 生怀罗汉果位的恒远 以及财之无双的皇长女怀庆 最多十年 天地会成员或许会成为九州巅峰的势力 七号八号暂时没有出现 希望不要让人失望啊 人流熙熙攘攘 目送恒远离开 许清安松了口气 恒远要是跟着我回徐府 怀庆是一号的身份就藏不住 那怀庆的性格 大家就一起死吧 徐府 怀庆坐在厅内 等得有些不耐烦 身为主母的婶婶 迫于皇长女强大的气场和身份 陪了一会儿 就借口身子不适 回房去了 许玲月则是被李妙珍挡回去 虽然许家大小姐比他娘更有担当 可接下来要谈的事涉及到机密 不好让他旁听 李妙珍对于怀庆自称案件有重大疑点的事 保持怀疑态度 他自认为推理能力仅在许清安之下 是天地会第二号查案担当 终于 他们看见许清安进了院子了 穿过青石板铺设的走道 迈入厅内 身为主人的许清安 看了眼主位的两张椅子 分别坐着怀庆和李妙珍 只好坐在下方的客位 看向皇长女 你发现了什么 怀庆有几秒的措辞 嗓音清凉 你怎么确认地宗到手 是一气话三清 这还需要确认 许清安愣了一下 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怀庆又看向李妙珍 询问 道门的法术 能否让人做到分裂原神 但不一定 是化作三个人 这种问题 李妙珍不需要思考 一气话三清 是原神领域最巅峰的法术 它能让一个人分裂成三个人 且都拥有独立的意识 即便是单独的人 也可以三者合一 若只是原神分裂 修出阴神的人 都可以做到 但分裂的原神是残缺的 不完整的 与一气话三清不能比的 怀庆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转而看向许清安 秋水明眸 浊浊逼人 你说过 金莲道长是残魂 这符合原神分裂的情况 帝宗道手 也许只是分出了善念和恶念 所谓的一气话三清 仅是你的推测 并没有证据 许清安皱了皱眉 保持着语气沉稳 或许 帝宗道手分化出的三人已经割裂 这是必然的 不然 金莲道长早就被黑莲找到 一气话三清 也可以是独立的 不存在联系的三个人 并不是非要割裂才行 许清安顿时语色 他想起先帝起居路里 帝宗道手对一气话三清的注解 一人三者说的就是这个情况 可以是完全独立的三个人 怀清继续说 还有一点 你说过 楚州屠城暗中 怀王得血丹 父皇得混丹 但混丹的效果 根本不足以让父皇冒天下这大不韦 是 我正是因为这个 才开始调查原警地 我问过采薇 了解了魂丹的功效 发现修补残魂 是他最强功效 其余作用 都无法与之相比 可是 如果帝宗道手真的一气话三清 那原神绝对不可能残缺 我说得再明白一些 一位道门二品的高手 难道驾驭不住一气话三清之书 许清安一愣 迅速审视一遍自己的推理 结合怀庆的话 我陷入思维误区了 在怀疑帝宗道手 是另一句分身可能藏在龙脉中后 我就把魂丹的线索对接起来 自然而然的认为 帝宗道手炼制魂丹 是为了补全不完整的魂魄 但我忽略了二品道士的魏格 帝宗道手一气话三清 怎么可能会分魂残缺 但是今年道长确实是残魂呢 纷乱的念头如走马灯般闪过 许清安吞了口唾沫吐袭道 这确实是一个不合理之处 但与我怀疑帝宗道手一样 你的怀疑同样只是怀疑 没有切实证据 怀庆汉手秋波流转 看了一眼周围被誉为传奇人物的银罗 还有一个疑点 嗯 我认为的疑点 诱拐人口 是从贞德二十六年开始的 这是你查出来的 嗯 即使当时在位的是先帝 但元景帝作为太子 他一样有能力在皇宫里 暗中开辟密室 怀请缓缓摇头 我想说的是 当时的平远博还很年轻 非常年轻 他正处于彭博向上的阶段 他暗中组建人牙子组织 为父皇做着见不得光的勾当 这里面肯定会有利益交易 可后来父皇登基称帝 平远博一就是平远博 不管是爵位还是官位 都没有更进一步 而这不是平远博没有野心 他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 你和两岛暗海平阳郡主 就是最好的证据 你觉得这合理吗 换成你是平远博 你甘心吗 你为太子做着见不得光的勾当 而太子登基后 你依旧原地踏步二十多年 厅内险入了死寂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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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